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高宇珍在三立八点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中,勇敢拆穿老公将红恩劈腿真面目,决定离家重新生活,而身为婆婆的吕雪凤发现自己儿子外遇后,第一时间力挺媳妇,并责骂儿子于小三,颠覆传统婆婆直挺儿子的观念。 吕雪凤在剧中与小三章竟止有多场对手戏,不论是争吵还是打斗戏,都让大家看得大呼过瘾,其中一段吕雪凤标骂小三不如正攻时,脱口说出,就算瞎子也要摸新荣,高宇珍具中名。 另不少网友拍手叫好,纷纷表示发现在看吕雪凤骂人时,话语中都会掺杂台语里语,而且讲得非常顺畅,还使不识国台语双声道,句句经典,口气十分到位。 吕雪凤则表示,通常台语字很难写在剧本里,几乎拿到的台词都是国语,所以在读本时会把字以上翻成台语,有些礼语或是有押韵的台语都是自己家,只要符合角色就会多运用,一来能让角色再平易近人,二来是因为现在做台语剧的也不多,所以能多讲台语就多讲。 提倡台语也算是我从歌仔戏出生一直以来的使命。 吕雪凤仔金家好媳妇横马小三张静之。 三例提供,吕雪凤仔金家好媳妇力挺媳妇,并择马劈腿的儿子于小三。 三例提供。